今天要來介紹 Atomos Shogun 如何與Atomos Cloud 連結並將拍攝的檔案即時上傳到 Frame I.O Shogun的外觀與過去大致相同 但這個版本多了兩發易收的天線以及一臺網路的接孔 菜單的設計也和過去差不多 但在這個版本多了許多聯網的功能 這邊就開始來介紹如何開啟Shogun的網路功能 首先點開螢幕上方的WiFi標誌 開啟WiFi後選擇網路 這邊也能透過以太網路的方式進行連結 當連結成功後螢幕左上角會轉為綠色燈號 螢幕上方也會出現WiFi的標誌 再來點選螢幕上方進入選單 選擇Connect 點選右下角的icon 開啟Connect的功能 選擇Pair 讓裝置與Atomos Cloud進行配對 接著進入Atomos Cloud的網頁 點選Device 輸入機器上顯示的序號 為此裝置命名 就完成配對了 點選右下角加號 選擇要連結的平台 這邊選擇使用的是Fren.io 登入Fren.io的帳號後 Automax Cloud會與Fren.io做連結 可以在Fren.io預先先新增 想要上傳的目標資料夾 接著選擇要上傳的資料夾 就能在Fren.io看見被選中的資料夾 C2C Connection顯示與 Automax Cloud連結 之後只要在連結網路的狀況下 Sugen在每次錄完一個片段後 會自動執行上傳任務 而網頁端也會立即出現上傳中的畫面 由於上傳的是720P的代理素材 檔案容量不大 所以上傳速度都還算快 只要分享資料夾連結 就能與遠端的夥伴進行 即時監看及討論了 以上就是本集的介紹 還有什麼想知道的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期見 拜拜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